文字幕——YK 刚才昨天卫生署公布了最新一季的美肢病感染数字 其实是整个零六年的数字加起来 我们看到最后一季的感染数字当然升了 而整個06年的感染數字 是這麼多年來 香港有愛知病的數字是最多的一年來的 無論在比例上 或者在實際數字上面都是多的 這個也有很多朋友問 是不是很噁鑽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警號 我想兩體 一方面的確是一個警號 說給我們聽 現在越多人感染愛知病 數字一直升高 包括了愛知病人和愛知病帶菌者 但同一時間我又看到另一個好處 好處是什麼呢 好處就是 我自己去理解這個數字的提升 我想一方面的確是因為 比如說一些原因我們都會猜到 比如性開放 比如流動人口的增多 比如青少年他們濫藥的情況 又或者很多很多的各類型的情況 都是反映著 反映著那個 或者影響著這個數字 這個感染的數字 但是同一時間我又會覺得 都可以反映到就是說 可能一些愛知病的高危群 可能它的警覺性又高了 以致到它是會懂得去尋求一些幫助 在過程裏面可能會做到一些測試 以致到知道了它自己是一個帶菌者 另外我亦都覺得 亦都會在一些服務 一些愛知病的服務是到位的 例如現在的跨境旅客 或者一些的同性性接觸的人士 又或者青少年的服務 這些服務其實都是幾主動 幾到位的 我自己看到就說 亦都可能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那些服務去到 很針對性地去到這些社群那裡的時候 令到容易一些特定的社群 或者某些高危社群 他們是可以拿到那個資訊 以致到他們是懂得去尋求幫助 或者是去做那個血液測試 所以我想等於好像家庭暴力 又或者是性侵犯 現在的數字多了 是不是現在才多了一些案例呢 其實我想不是 以往都有的 只不過是說 現在的人的警覺性 和求助的意欲強了 大膽了 以致到我們的案例好像多了 我想道理有點相似 我想回到我們作為 比如說市民大眾 作為一個老師 社工 或者關心青少年 關心社會的人士 甚至教會裡面的領袖 或者一個教育圖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想有幾方面 第一就是 我們首先要去認識愛知病 我們要令到自己不受感染 我們要預防自己 是受到愛知病的感染 這個是首先不要增加一個案例先 我們自己 保護自己先 懂得保護自己 第二就是 我們懂得愛知病的傳染途徑 預防愛知病的方法之後 我們嘗試去幫助我們身邊的親友 因為你才是最能夠影響你的朋友 你的親人的 我們幫助我們身邊的自愛親民 我們做一個蓬佩的教育工作者 又第三就是 如果你是有一個時間 能力有一個心的話 走出社區裡面去做義工 幫助有需要的組織 幫助有需要的群體 幫助一些被人忽略的 被社會冷淡地對待的 愛知病人甚至他們的家人 我想愛知病預防是一件很龐大的工作 我們要對抗的是愛知病毒 不是愛知病人 教育圖最需要做的就好像耶穌一樣 怎樣去觸摸 去苦摸 麻風病人 去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我想這個神見到我們會很開心的